數位通訊傳播法告訴你 兩年前就已經討論 當時引起很多國外的 很多的平台業者 Amazon等等的出來跳起來 很反彈說這個可能會 前置自由等等的 因此我們就看到說 有五大項你要業者 配合就配合 剛剛委員特別說國家安全 你就扣國家安全的帽子 這恐怖恐怖 另外還有說 使用者利益的維護 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黑心廠商 你抱了他有爭議的東西 但是他一直檢舉 檢舉這個新聞你就不能報了 例如什麼 譬如說錢貴大夥 我們要檢討他 結果我們報了這個新聞之後 如果錢貴自己一直檢舉說 不要報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是假新聞等等的 你恐怕所有的平台業者 就要把它給下架了 另外還有這個地溝油也是 我們報了之後 他們也是這樣反饋 開始說這個有問題等等 這個新聞不能報 是不是未來以後 這樣的新聞也都不能夠來理解 大家來告知了 來 那個我想問一下 志祥議員怎麼看 這個數位通訊傳播法捲土重來 而且這些議題都不能討論了嗎 其實千錯萬錯都是中天的錯 都是我們的錯 都是中天的錯 因為你去看 其實民進黨所有的佈局 他就創造就是 一言堂的綠色威權 他最先開始拿中天下手開刀 你會發現他開完刀 把中天關台之後 結果沒想到中天 因為你馬上在YouTube上 就創造將近230萬的訂戶 對他而言的話 他的終極目標是要一言堂 就是要搞實質獨裁 所以當你移到網路上 你還可以蓬勃發展的時候 你就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NCC 他其實是在中天網路更加的 所謂的成功之後 他就加速要進行網路戒嚴 我就直接講是網路戒嚴 可是我要回頭說一件事情 我也要坦白講 網路上很多什麼BBS 或者是一些網路上的一些 準備被NCC找去背書 找去招安的這些人 我覺得你們也不爭氣 為什麼 你去想想看 一模一樣的場景 搞什麼數位通傳法 搞網管法 如果說今天馬政府 對不對 5年前 6年前 7年前 8年前 馬政府如果搞一個網管法 他今天邀請任何的 所謂的網路上的網紅 BBS的站組 PTT的站組 還是哪些部落格的格組 我跟你講 全部站出來 說你馬上什麼 就開記者會就開始拋紅馬英九了 說你少來這邊跟我玩這一套 你想做什麼都知道 鴻門宴 你把他們請過去 我告訴你 你根本不該去談這個法律 還開什麼座談會 研討會 公聽會 還什麼閉門會 我根本拒絕參加 其實說真的 現在民進黨很多的做法 我真的覺得最沒有骨氣的 第一個大道的是民進黨 但沒有骨氣是那些 負荷民進黨的人